就是 Let me love you when your heart is tired 我靠我今天也太日系了吧 Hello I'm Candace 今天我想要講的是Nike跟Carrie Irvin 出的一個跟海綿寶寶連款的球鞋 其實這個年名系列呢 因為它是1999年出了海綿寶寶這個卡通片 然後一直都非常受歡迎 所以呢這次它出的這個年名款 是為了慶祝它20週年而誕生的 因為這一雙是8月10號賣的一雙鞋子 可是我那時候沒有搶到 前個禮拜的時候它突然we stock了 而且那we stock的時間是有限的 五款裡面居然被我搶到兩個最主要的顏色 那它這次的年款呢除了海綿寶寶之外呢 還有派大星、章魚哥、山迪、謝老闆這五個角色 那這五雙鞋子呢都是運用了這五個人的配色 以及人物的特點來做出整雙鞋子出來的 其中的四款呢是用了Carrie 5的鞋款 然後另外一款呢這是用Carrie 2 Low來做基礎 是兩款不一樣的鞋款 那這個系列呢它有出成人版、童年版跟嬰兒版三個 所以呢如果你是想要跟自己的小孩或是說情侶妝的話 我覺得這個主題還非常適合 那這兩雙鞋子呢都是用非常亮眼的顏色來配搭的 所以整雙鞋子除了很可愛之外 顏色非常的sharp 我先講海綿寶寶好了 海綿寶寶它這一款呢是用Carrie 5的鞋款 鞋子的外面的配搭這個曲折的swoosh logo 然後裡面呢就是正常它流線型的swoosh logo 上面小斑點的點綴呢是模仿海綿寶寶的海綿的表面質感 那Nike的logo也是非常的可愛的字體來營造出來的 表面那一層呢也是仿造海綿的表面 摸起來的時候像海綿的質感 而它Carrie的logo呢跟平時Carrie 5的logo變得很不一樣 整個看起來非常的可愛 鞋底的部分呢是用咖啡色鞋頭呢這邊還加了紅色的一條線 所以呢紅色其實是它的tie 然後咖啡色呢是它平時穿的那個褲子 鞋子的鞋底呢是有它很可愛的臉的微笑 這雙鞋子的鞋舌的內側呢有海綿寶寶英文名字的簽名 另外一面呢就是海綿寶寶的帽子 那如果有看它電視就知道這個是它在謝老闆的廚房工作袋的廚師帽 鞋帶是在這一片像葉紙的屏狀的上面 所以呢如果你要放鬆這個鞋帶的時候有點不好綁就是了 那另外一雙鞋子呢就是派大星啦 這雙鞋子是用非常亮的嫩粉色營造出來 雖然我很喜歡粉色 可是個人覺得粉色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的 因為我是屬於比較黑的那一種 所以我真的沒辦法穿非常亮粉色的鞋子 派大星這個主題也是用Curry 5的鞋款來做的 Swoosh logo都是用平常流線型的logo來做成 所以並沒有海綿寶寶曲折的Swoosh logo 後面呢也是NIKE的字體在後面的地方 比較不一樣的是鞋面它印滿的圖案是還原了派大星皮膚的紋理 鞋面它不陰草的模塊還有後跟鞋的那一層是凹凸不平的 它鞋底綠色的部分呢有點像潑墨的感覺 所以整套鞋子的Style跟它的腳是非常的相應 那它裡面呢也是有派大星可愛的笑容在鞋底上面 鞋色的位置有派大星Patrick Store自己的簽名在裡面 另外一邊則是那個木板的圖案在上面 搞笑的那一集呢是講說它的頭上面被釘上木板了 這個是它的Signature 所以呢上面身體呢就是粉紅色 綠色的底部加上紫色的鞋底就是因為它穿的那條褲子是綠色加紫色 斑點整套鞋子一看就知道這就是派大星 因為我自己小時候常常看Spongebob 所以它就是我童年的回憶啊 這次呢雖然它不是LIMITED的鞋款 可是它現在在官網上已經全部賣光了 它的WETELF PRICE是130塊加稅 可是如果你真的非常喜歡的話呢 StockX的WETSELLVALUE才170-200塊左右 我知道MARY5在美國時間10月24號就會出售這個波羅板 有興趣的話上網看一下吧 今天介紹就到這邊啦 美國JL跟鹽蘋瓜 幫我幹嘛想Subscribe我啦 到下次見